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前情的建立又会给这个乱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白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第五集 低足争锋 我们上一集说 斯乐在灭了前兆之后 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号 叫大兆天王 那么这个时候的后兆的势力 它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那么并且在控制区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安定社会发展升坦措施 颇有当年三国时期朝位的这种景象 所以我们说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种种的意外 南北对峙的这个局面可能会提前形成 但是 这种可能由斯乐的去世而变为不可能 在公元333年 也就是称大兆天王以后的三年 斯乐去世了 那么去世之前呢 它立下了一道遗嘱 这遗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商事的这个要求 商事的要求一共三个要点 一 死后 三必须安葬 使者扶长府 载长车 不以金宝弃完殉葬 这是其 二 外地的官员不得到金师乡国来奔商 商期一过 内外官员解除商服 照常理事 三 在扶商期间 不禁婚嫁上娶 也不禁喝酒吃肉 一句话 斯乐关于办商事的要求 是一切崇建 不老关于 从这一点来说 这位石乐 这位杰国出身的石乐 真可以称为中国千古一帝 那么第二方面的遗嘱 是关于政治安排方面的 也是三个要点 第一 太子私工年轻 一 恐怕他难以承担后造的红业 所以需要兄弟们帮衬他 特别警告 如果你们不精神合作 刚刚灭亡的劲就是你们的阴剑 二 大小的官吏 必须结成团结 三 这一条特别是针对 中山王石虎的 要求石虎好好地学习周公 好好学习霍光 来辅佐小皇帝 那么石乐 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后事 恐怕还是他对政治 对他的身后事有所担心所致 那么他担心什么呢 担心一个人 就是在俞主的第二个方面 所谈到的中山王石虎 这个中山王石虎呢 很多材料 说他是石乐的羊子 但实际上是他父亲的羊子 对于石乐来说 这是个弟弟 或者叫丛帝 石乐的号叫做士郎 而这个石虎的号叫纪郎 也只有兄弟才可能如此 那么直到勇家之乱的前后 十七岁的石虎 才和他的养母 也就是石乐的母亲 被西晋的一个著名的将领 叫刘坤的 送到了石乐的军前 那么刘坤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了笼络石乐 用以抗衡前兆 抗衡流流冲的那个大汉 但是后来招补并没有完全成功 反倒是给石乐送来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当然也可能是祸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石虎虽然只有十七岁 但是已经表现出性格中的一种积极的残忍 所以很多知道他的人都称他是毒患 那么石乐知道石虎的这个性格以后 想清除这个毒患 但是他母亲不同意 他母亲对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快牛为毒子时 多人破车 如小人之 哪里有那么听话的千里马呢 如果你能够包容他 也许他能够成大器 这就是养育之恩所产生的感情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有人传到石虎的耳朵里头 石虎也是极其聪明的 立即生之收敛 由一个毒患 逐渐演变成 大家心目中一个齐听话的青年 那么石虎一转变 他身上的优点 就显现无疑了 哪些优点 伸手矫健 贤淑公马 而且精通谋略 这简直是一种天护 那么这样一来 在石乐的军中 石虎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威望 特别是到石乐建立后照的前后 开始经营乡国 经营叶城 前方的战争 基本上是由石虎在主持 所以石虎在这个过程中 迅速成长为 石乐集团中的军事统帅 那么人的秉性实际上是很难改的 谁说常年在外战争 谁说自己的功劳越来越大 军功越来越多 石虎身上过去的那些略根 他也逐渐暴露出来 所以这个靖书 对于他的这种情况做了一种记载 我们看看两个方面的描述 第一个方面 我们看 所谓酷虐 所谓酷虐 君中有勇敢策略 于己谋者 则方便害死 前后所杀甚重 至于祥城献人 不负断别善恶 坑斩四女 先友遗类 这是他的残酷理念 乐 石乐虽然屡家则有 而行义自若 但是 另外一方面 难 与众言而不凡 莫敢犯者 只受公讨 所向无前 故乐 宠斥 信任迷隆 仗以 专真之忍 这可以说是一个 战神 与魔鬼的结合体 他有残忍的一面 也有勇于作战 勇于谋略的一面 石乐一方面 非常对他的 这个残忍不满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倚仗他的 这种作战的勇敢 和争于谋略 等到石虎羽毛 已经丰满的时候 石乐 也老病交价 对石虎只有安抚 而很难予以制裁 那么在石乐生前 他所担忧的 就是担忧 石虎的这种性格 那么至于死后 怎么样 那只有听天由命 后来事实证明 石乐的担心 他并不是多余的 石乐死了以后 石虎在非常短的期间 杀光了石乐的子孙 自己做了大造皇帝 大造天王 那么石虎做大造天王 他一共有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也并不像 史料上所记载的那样 一无是处 关键是 他就像前兆的流冲那样 他有的时候聪明 有的时候糊涂 但是聪明的时候少 而糊涂的时候多 加上长年的战争 长年的大兴土木 加上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 民不聊生 所以这样一来 北方的持续 他就很难地稳定下来 那么师傅还有一个养孙 这个养孙很有意思 他的名字叫兰敏 他是个汉人 虽然是汉人 但是活脱 就是一个年轻时候的尸骨 和尸骨一样的残忍 一样的作战勇猛 一样的是战神和魔鬼的结构体 那么在尸骨死了以后 兰敏也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 对尸鲁 对尸骨的家属进行诛杀 而且他为了得到汉人的拥护 挑动这种民族的仇杀 悬赏杀戮截苦 什么截苦 就是截足 结果由于 这个体貌的特征很明显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整个截足几乎被杀戮殆尽 当时的记载是杀了二十多万家 那么有一些 头发有些卷 眼窝有点深 还有胡提区有点浓的汉人 和其他的民族也被误杀 这个也不少 但是兰敏呢 后来没有石虎那么幸运 他尽管取代了后照 他也建立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民叫做魏 他恢复了那个朝魏的这个魏 但是为这个魏只成立了两年 兰敏就在一次战争之中 在和先辈人的战争之中 战败被杀 那么中原地区 重新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在前兆后兆这种交替过程中 在燃敏残杀截胡的这个过程中 有多股势力正在崛起 这种势力有先辈人的势力 也有底人的势力 还有其他民族的势力 我们这里先说一股 是底人的势力 在五湖十六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中 有一位气度恢弘才干非凡的人物 他就是低族政权领袖 前秦皇帝普坚 在他的治理下 前秦一度成为十六国时期 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 也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权 那么乱世之中 低族是如何崛起的 普坚又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 底族的这一股势力 普世家族 他的创始人叫蒲虹 普世家族的蒲虹 那么这个蒲虹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 他的父亲和十六的父亲一样 也是布卓里面的一个小头目 在他出生的前后 天水一带 连续下雨 结果一句民谣传出来 一句什么民谣啊 说是雨落不止 风水避起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天水那一带就有小江南之称 如果雨水下得多了 当然风水会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蒲虹降山了 他的父亲就给他取名为孔 那么这个水座蒲虹里长大 大家觉得这小国子不错 而这个蒲氏家族的庭院里头 他这个池塘呢 长着一种草 这个草叫蒲草 这蒲草一般可以长两丈长 但是他家里的蒲草 竟然长到四五丈 有点像竹子 所以人来人往 当地的人们就把这个家族 称为蒲家 因此这个蒲 就成为这个家族的姓 那么蒲虹随着年龄的增长 天下正在大乱 他就带着族人 带着底人 投胜到这样一次 天下大乱之中 先是投靠于 前兆的刘耀 后来刘耀被石乐打败了 他又归属于石乐 石虎 整个家族就由天水 迁到了涅城 那么迁到涅城 这里是后兆的政治中心 那么涅城呢 就是现在荷兰省的安阳 他面临张水 菩萨家族就在这里立下了脚跟 一代两代 第三代 那么我们刚才说 他们的家族的发展 有点像刘渊 刘冲父子 有点像石乐和石虎的兄弟 那么他们两个家族 发展到鼎盛时期 是他们的第二代 而菩萨家族 发展到鼎盛时期 是他的第三代 这个第三代 就是菩坚之首 菩坚 他出生在涅城 这个菩坚生下来的时候 又有描述了 说是有神光从天而降 直插中庭 那么菩坚出生的时候 背上还有字 眼睛带着紫光 也有这种神奇 这个史书上经常写 这种神奇的事情 那么菩坚 从小就显得极其的聪明 而且小孩子会来世 讨祖父的喜欢 所以菩虹啊 祖父菩虹 特别喜欢他 到了八岁的时候 菩坚突然提出 我要读书 我不仅仅要练武 不仅仅要骑马 这个祖父菩虹 大吃一惊 觉得这个小孩有出息 我们底人 被汉人视为异类 打仗 喝酒 那是我们的当好 但这个小孩能读书 那就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样一来 菩坚从小 他既受抵住文化的 这种熏难 又受汉族文化的教育 那么在当地 在整个家族 乃至在整个底族 都具有极高的神盟 那么菩氏到他这个时候 已经是第三代了 那么在第二代的时候 菩建占领了关中 以关中为根基 建立了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呢 由于建立着关中 关中是原来战国 时期秦的所在地 而他们这个家族 长期生活 是生活在现在的天水一带 当时叫秦州 所以这个政权 就叫做大秦 那么也就是十六国里头的 前秦 这个时候菩氏已经 由那个菩草的菩 改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菩 这个菩的因 像那个菩草的菩 但是它的意义 又像我们象征着权杖的 那个权力的符号的福 所以取了这么一个信 那么菩兼他经过一场 宫廷政变 自己做了大秦的皇帝 做了大秦的皇帝 给自己一个称号 叫做大秦天王 这个名号的出现 那么就意味着 他将效法实乐 来完成 统一黄河流域的这种大业 那么要做成这种大业 同样需要人才 那么福建 搜罗了许许多多的人才 搜罗了哪些呢 晋书和十六国春秋 重点记载了四位 第一位叫王猛 第二位叫吕婆楼 第三位叫强王 第四位叫梁平老 蒲坚深知 一个国家要得到壮大 必须以人为本的道理 所以广招贤才 提拔重用了一批 精明廉洁的汉族世人 参与朝政 其中最有影响的 就是王猛 那么韩门出身的王猛 究竟有什么本领 蒲坚为何会重用他 王猛自锦略 所以当时人们 称他为王锦略 他是现在的山东 洛昌一带的 当时是北海国的巨像 这个地方从春秋到战国 到两汉 一直到西晋 都是环华之地 但是王猛年轻的时候 倒并不居住在洛昌一带 而是居住在业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后造的政治中心 现在荷兰的安阳一带 这里曾经是 英的都城 我们所知道的甲骨文 我们施造的英虚 都从这里出土 蒲坚也在这里出生 那么在这个政治中心 应该说王猛 他看到了更多的政治风格 同时 由于家里贫穷 乃至可以说贫贱 他找到了一个符合自己的职业 什么职业 编奔奔契 什么编奔契 就是用草和竹子 来编制器物出售 据王猛自己说 他曾经有一次 运作大批的这种奔契 到洛昌去出售 既然是大批 那说明王猛不仅仅是一个 手工业的工人 甚至是一个商人 那么到了洛昌以后 有人出大价钱 买他这一批货 但是身上没带这么多钱 怎么办 让王猛随他到家中去去 王猛当了高兴 于是随这个人一路走 一路走 到底走了多久 自己也不知道 逐渐走进一座深山 结果发现有一个老子 坐在胡床 也就是我们便携的这种椅子上 两边站着十来个人 气欲先养 这个王猛一看到这种架势 情不自禁地就跪拜下去 但非常奇怪 这个老子竟然知道他姓王 说王公你拜什么了 那么交谈了一阵以后 这位老子让人给王猛十倍的货物的架子 并且派人送他出山 出山以后 王猛猛一回头 才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松山 从洛阳为取一批货款来到松山 那么当然不是一点点货款 应该是很多的了 那么这一位老子 据记载 据推测 就成为王猛扣来的老师 这个传说倒有一点像张良 当年见到黄师公 那么王猛一边 编织这个崩基脉 另外一面 宝读诗书 特别是读宾书 直到费进王室的地方 而且对天下大事 极其关系 另外 他长得又一表人才 身材魁梧 相貌俊朗 性格比较诚意 而且气度不凡 这样一个人 出路在市井之中 一个是引人关注 另外可能也引起很多麻烦 有人就耻笑他 觉得你这个样子 跟我们在一起算什么 当年韩信 不是有跨下之路吗 但是王猛全然不把别人的议论 当一回事 他在寻找机会 他在静观天下的变化 寻找什么机会 有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 说王猛是怀左四之志 惜龙颜之处 脸翼带实 喉风云厚斗 他现在正在把自己的羽毛收起来 他正在静观天下的行事 准备代师而动 那么在哪里代师 在华山 在松山 在洛阳这一带 游荡 那么他第一次寻找的机会 是建东晋的一位将领 那个时候 后照已经瓦解 中原陷于大乱 东晋的派类之军队 北伐 率领北伐的将领 叫桓温 这在当时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了 王猛建桓温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三百五十四年 建桓温的地点 在坝上 因为这次军队已经进入关中 这个坝上 也就是当年洪门宴的地方 那么王猛 穿着一身 又旧 又长的衣服 短衫 那么来建桓温 我们常常说 人不可冒相 但实际上 人经常是以冒趣来的 正是因为王猛 气度不凡 而又羡若一身 不符合他身份 和冒相的这个服装 所以更引起 梵文的这个好奇 两个人座谈 在梵文的军阳之中 谈论国家大事 这王猛是 卢在掌中 一边谈论国家大事 一边还捕捉身上的狮子 庞罗无人 所以这个凡文就暗暗称奇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于是向王猛请教 我奉天子之命 帅瑞斯十万 藏义讨逆 为百姓除残贼 而三情豪杰 未有智子 什么原因 我 奉我们 祖上之命 带轮义之师 来解百姓 于道玄之苦 但是观众的老百姓 竟然表现这么冷淡 什么原因 王猛说了一句话 王猛怎么说的 功不远数千里 深入寇敬 长安 直死而不渡霸水 百姓 未见功心故意 所以不止 一句话打中要爱 将军您 不远数千里 来到关中 长安竟在致死 你竟然不渡霸水 那关中的父老 知道你是真讨逆 还是假讨逆呢 有很多史料记载 说樊文 北伐是假 通过北伐 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来提高自己 在东京的地位 才是真 所以王猛一句话 殿中要爱 樊文不跟上了 后来樊文 梁响尽了 撤兵 那么用高官后路 来说服王猛 希望他和自己 一起回去 成为自己身边的谋士 但是王猛 谢绝了樊文的这个 要求 我们很多学者分析 王猛之所以拒绝 第一 是因为看到樊文有野心 后来没有好下场 第二 东京中门法 而王猛 他出身凭借 在东京 发挥不了自己的才感 但是近书 王猛传 非常明确地指出 王猛 是动过心点 而且还回山 寝室扩张的老师 那么他老师认为 他和樊文 是绝对不可能合作的 所以王猛 才继继续 留在北方 继续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宇波罗 向福建 极力举荐王猛 那么福建 也把王猛 招致到自己的麾下 两个灵一剑 相见客满 有这么一段记载 一见便落生平 就好像早就是熟人一样 与其费心大事 亦福同气 若玄德至于孔明眼 虽然出身不一样 虽然阅历不一样 虽然民族不一样 但是有对天下共同的看法 和对今后的打算的 共同认识 这样一来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 王猛就成为 普建的牟主了 在中国历史上 一提到著名的牟士 可以说诸葛亮的知名度 首屈一指 无人可比 但是 有人却称王猛为 公盖诸葛第一人 暂且不论这种说法 是否正确 这二人 确实有着诸多的 可以拿来比较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处于一个 大分裂的时代 诸葛亮是东汉末年 王猛在五湖十六国时代 他们同样隐居民间 以不移身份 被统治者启用 从而出将入相 他们同样受到绝对信任 君臣一体 那么 如同诸葛亮帮刘备取得蜀汉霸业 王猛又是如何驻蒲坚 开创了前秦盛世的呢 那么 说到王猛成为蒲坚的某组 那帮驻蒲坚 办了些什么事情 主要三件大事 哪三件事 我们一件一件来说 王猛辅佐蒲坚干的第一件事 仿造汉人的政权 加强君主的权威 这个在少数民族里头 都是朝莽英雄 乱世英雄 对于君主的权威 它不当一回事 但是汉人政权不一样 所以我这里要说 中国历史上君主的权威 固然是通过战争机器 演变为国家机器 第一种转变 同时 也是由中国的文化 设计出来 设计出来干什么 设计出来 使君主建立起和文化能力联盟 来压制武人的地位 那么从此以后 特别是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 那么君主往往在文臣和武将之间 他实行平衡 而君主专制的这种权力和制度 大抵上是文化人设计出来 那么王蒙也是帮蒲奸 要设计出这么一种制度 来提高君主的权力 当然后来这种制度设计以后 也变成君主残害文化人的一种制度 在这个方面 王蒙和蒲奸之间 他是有默契的 当时抵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勋程 名字叫凡士 这个凡士在蒲奸的父亲 伯父和他的祖父 这三代的战争过程中 都立下了大功 是一个豪杰之类 那么随着蒲奸做皇帝以后 越来越亲近文化人 越来越亲近汉人 所以抵主里头 勋程里头就产生了诸多的不满 凡士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不好对蒲奸开火 于是拿王蒙出气 于是他见到王蒙 说老子和先帝打天下的时候 你这小子在哪里 我们现在种好了庄稼 你坐向其成 什么道理 王蒙按理来说 他也是一个修养的人 但是在和凡士的这种语言冲突之中 他故意激怒凡士 他说我们让您种庄稼 那是一个方面 以后还要让你杀牛宰马 好好适合我们 这个凡士听了以后 勃然大怒 说你等着瞧 我总有一天把小子的脑袋拧下来 挂在长安城堂 不过凡士实际上就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是蒲奸和王蒙 却要利用这个事 来杀一井北 按照蒲奸的话 他是这样想的 必须杀此牢底 然后百疗可整 如果把这老家伙杀了 其他人就好对待 但是凡士还蒙在鼓里 仍然进攻一事 结果有一次进攻一事 蒲奸故意不理人家 而面向王蒙 说我跟你商量的事 我想让杨碧做我的女婿 你看如何 这个杨碧 是当时前情的一个著名将领 那么蒲奸要把女儿嫁给他 当然是为了笼络人心 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这个杨碧已经和凡士的女儿定了亲事 那么福建也知道 这不是故意给人家难堪吗 果然凡士就蹦起来了 说陛下 这个杨碧 已经我和我女儿定婚了 你是知道的 你怎么啃刀夺爱 福建没说话 王蒙说话了 实际上 论男是激怒他 说你这就不对了 然后上纲上线 说天无二日 明无二主 率土之兵 皆为王臣 何况一个杨碧 你和陛下多女婿 那天上难道有两个太阳吗 难道我大秦有两个君主吗 这莫名其妙吧 这是应栽赃嘛 结果果然凡士大怒 有苦于说不出来 被打了一门棍 但是凡士是打仗出身 拎起拳头 杂王 但是在这宫中 武士把他抓住 抓住凡士就更生气 更生气就口不测言 又骂王蒙 连到骂蒲奸 可能还把蒲氏家族 种种丑事抖了出来 蒲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结果命武士 把凡士杀了 杀了凡士 抵住其他的薰机不满了 结果又杀了二十多位 其他的或者编制 或者责骂 从此以后 这些人挨整以后怕了 所以史书上记载 从此以后 公秦以下 无不淡了 实际上不是无不怕王亡 而是无不怕蒲奸 近书里蒲奸载记 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是于是百辽正术 毫有兵器 目不时宜 风化大行 普京就长叹了一句 我为什么说这个君主制 是文化人帮助君主设计的 说五金始之 天下之由法也 天子之为贵也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做天子 就是当年 我们过去讲刘邦一样 别人跟他制定制度以后 才才知道 什么叫做皇帝 什么叫做威严 这是第一 加强君主的权力 王猛帮助蒲奸 干的第二件事 整肃官员与民休息 与民休息四个字 可以说是东汉 西汉 四百年根基的 立足点和出发点 也同样是 秦朝 朝魏 西径二十二王 所没有建立的基础 但是这四个字 与民休息四个字 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难 但是在王猛的帮助下 福建的前行 部分地做到了 那么由于中央正在打豪墙 福建乘坐这么一种威势 派官员巡视四方 汉明区 敌注区 匈奴区 无所不至 去干什么 去干两件事情 干哪两件事情 第一 教化民众 凡是民众中 有孝敬父母的 有努力生产的 统统给予奖励 如果 有不听父母教导的 有优势好闲的 给予 承治 这是教民 另外 自立 凡是 凡是有官员 能够爱惜百姓 能够新办学校 能够 组织老百姓 从事农业生产的 国家予以奖励 凡是 为非作歹地 欺诈民众的 立即予以处置 雷厉风行 另外 派下去的官员 在关中 大兴水利 那么比较好地 改变了关中的生产环境 这样一来 通过前期的诊治 关中号称 大治 这是第二条 王猛帮助的第三条 是征服先卑 统一北方 在关中稳定以后 福建向外用兵了 王猛也亲自带兵了 当时能够和这个 前行相抗衡的力量 是两股 都是先卑 一股是先卑的慕隆士 他们建立了一个政权 叫前焉 还有 鲜卑的托帕士 也建立了一个政权 叫戴 在前行的持续打击之下 鲜卑被征服了 那么前行的面积 扩大到了现在 黄河流域 扩大到了现在的 河北辽宁 那么这是向东 向西 列了由汉人所建立 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前梁 并且出兵西域 向南 夺取了东京的梁州和义州 也就是现在陕西的汉州 和四川的成都一带 那么到公元380年左右 前行的势力范围 囊括了整个中国北方 淮河以北 西边西起西域 东边东到辽东 北边到大漠 全是大秦统治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为中心 所建立的统一北方的政权 下面一步该怎么办 如果按照这个发展来说 那就是出兵江南 那么江南的情况怎样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就给大家看